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世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有俗 有您知道的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的例子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唉啦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咱说到 因为一些小小的环节丢了一把壶 恰巧这个时候呢 西门庆自打外边赶了回来 正好就把这一幕装在眼里 于是便连忙问道 说你们这吵嚷什么呀 什么大点事就至于你们这后边一顿乱呢 结果月娘就把这不见壶的这个事呢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这西门庆说说慢慢找呗 你们有什么好喊的呢 不就一把壶吗 结果哎 你看这个时候有人吃醋了是吧 潘金梁马上就出来 说这头一遭吃酒是吧 就不见了一把 你这家大业大的惊得起这么丢吗 其实各位那听到这句话 咱其实也可以理解 潘金梁说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他是想讥讽 这李平儿率先生了个孩子 才满月白酒就不见了一把壶 是吧 你等这孩子长大了 是不是 那这也越来越不吉利呀 这是不是越来越是事呢 结果西门庆听见呢 其实心里也明白什么意思 哎 斜着眼睛看了潘金梁眼啊 也不搭理他 直到这个时候是吧 这迎春哎 把壶送了进来 这玉霄便说 说这壶不是有了吗 而这月娘就问迎春 说这壶怎么从你那来呢 结果迎春啊 就把这秦童如何从外边啊 拿这壶 拿到他娘 拿到这李平儿的屋里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说这个 这具体的原因 怎么怎么情况 月娘就问 说秦童那奴才现在在哪 是吧 这但就说 说他今天呢 应该到狮子街啊 到那个房里去住宿了 这金莲在旁边 拿着又开始 是吧 支着鼻子啊 又笑了 这西门庆本来这个时候 心情就不爽 因为潘金梁刚才 很明显在那挑事嘛 然后西门庆 那这个这个文言文嘛 大概要说你笑怎的 我估计翻译成现代汉语呢 基本上就是笑你妹啊 是吧 你笑什么笑嘛 哎 结果潘金梁就说呢 说这秦童呢 是吧 秦童是李平儿他家带来的 然后这胡呢 放到他自己屋里了 你说这什么意思 这不是 哎 是吧 这个昭然若接的一些想法嘛 是吧 都是自己私堂嘛 说如果是我 那我现在不管他在狮子街上诉啊 还是干嘛 那肯定叫过来 一顿毒打 是吧 你这都自己家 瞒着自己家的事 这就是肯定是 哎 往自己家划了东西嘛 这西门庆听了 那是心中大怒啊 是吧 睁着眼睛看潘金梁 说你这么说话 什么意思 你那意思李平儿就爱这么把破壶呗 然后 这西门庆是吧 这个都没打潘金梁 但是这个嘴里说的就很不干净 也很不客气 就把他这个给骂了 说你要有多远 赶紧他妈给我滚多远 对吧 你别说这些没有用的 因为各位听众咱也可以理解 李平儿这才给西门庆传宗接代 生一大胖小子 是吧 生这官哥 这对西门庆来说 其实非常重要一事 我们知道 中国的老话叫做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而且在那个年代 对吧 这种封建传统的时候 那生个儿子 这个接户口本 这是非常关键的事 这和现代的这个想法呢 差别也很大 现在咱说生一姑娘 这个男女平等都无所谓了 但是你想啊 在这个明清时代 是吧 哎 这你生个姑娘和生个儿子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生女孩 那是要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吗 对吧 所以说这男孩女孩的区别 是不一样的 那母平子贵 这李平儿 现在在西门庆心中 那俨然就是一女神 所以你潘金莲 在这刀鼻刀 刀鼻刀的 就说人家李平儿 这西门庆自然是不高兴 于是呢 把潘金莲 就骂了个大红脸 是吧 转身 就跑一边使性子去了 是吧 返回自己房中 那话说呢 这潘金莲 是吧 天天嘟嘟囔囔 生气 这个心情不爽 咱也不提他 是吧 把他搁在一边 单说这西门庆 自打当官以来 是吧 这周边的各种 达官显贵呀 哎 这些地主老财呀 是吧 全都过来给他道贺 而且呢 各种之前认识的朋友啊 什么的 也都过来道贺 哎 这里边自然就拉不下 那西门庆以前在外边找那个小拼 是吧 李贵姐 那话说 这李贵姐呢 是吧 自然也来到他家中啊 给他祝贺 祝贺你当了提行官吧 那话说 这一日李贵姐在家中就跟着老前婆子商量 哎 和计和计 要不咱想一招 是吧 和西门庆的关系呢 和西门庆的关系呢 更近一些 于是 这俩人在家里边就定下了一条计策 那话说 来到了第二天 这俩人呢 就买了四色的礼物啊 做了一双女鞋 然后啊 再叫这宝儿 敲着这核弹啊 这个很早就坐着轿子赶过来 过来干嘛呢 就非要拜这个吴月娘做干娘 是吧 进来啊 就先向这吴月娘笑嘻嘻的啊 搞了这四双八拜啊 这什么 那传统礼节传统礼仪 然后呢 才与其他的姑娘 还有这个西门庆等人给磕头 结果你说就把这吴月娘呢 哄的啊 这个 高兴的不要不要的 那话说 这拜吴月娘 做干娘 那言外之意是什么 言外之意西门庆 这不就成了干爹了吗 是吧 这干爹什么概念啊 现在各位听着肯定 那不陌生 是吧 很熟悉 耳熟能强嘛 对吧 这个现在任干爹 那这个身份就是另一种身份了 那其实我们能看到 这打根上来 在西门庆这儿 其实也就流行 啊 这个干女儿 干爹啊 这种关系 好像已经就开始长生了 哎 所以说这李贵姐呢 咱也得说 他其实还是比较有心计 比较有想法 那你想啊 他既然拜了这吴月娘 做干娘 那这个西门庆自然成了他的干爹嘛 那你说西门庆 以后真就因为他是干女儿 就不碰他吗 怎么可能呢 对吧 是该碰 还要碰的 所以说这一事呢 做的那也比较有技巧 比较有策略 那么干女儿的这个事 是吧 这个现在这个干女儿的环节 就比较多了 也不用给大家一一列举 是吧 这个什么啊 什么郭美美啊 等等这些吧 啊 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 大家都耳熟能详 那撇一下 这李贵姐 咱不说 哎 掉过头来 咱再说一下 咱的生闷气的潘金莲 这潘金莲呢 自打这李平儿是生了孩子 啊 你想啊 本来他和李平儿呢 还可以说是平起平坐 对吧 在床上之树啊 这个房里的这个活上啊 表现的都不错 都讨西门庆欢心 那李平儿呢 有李平儿的特质 潘金莲呢 也有潘金莲的特长 但是现在唯独你潘金莲 比不了的是什么 是你李平儿给人生了一个儿子 那这个潘金莲 这个是吧 地位啊 马上受宠程度 就下降了 这整天看着西门庆 就整天往这个李平儿房里跑 这就越想越来气 越想越闹心 是吧 哎呀 就总在这自己琢磨着 那话说这一日呢 正好是赶上这李贵姐嘛 他们过来拜这个干娘 拜干妈来 然后这西门庆呢 在这前厅摆酒 这个潘金莲呢 在后房 是吧 因为他离李平儿那住的比较近 所以他无意中啊 就听到李平儿这房中 这孩子啊 这官哥就开始在那嚎啕大哭 于是待着没事呢 就溜达溜达啊 走了过来 就问这奶妈 说这个孩子怎么了 怎么哭成这样 这奶妈 这不之前收那个嘛 叫给起了名 叫如意嘛 这如意就说 说他娘 是吧 往后边去了 这你说小孩嘛 都是认妈 虽然说我喂他 但是他也知道亲妈是谁 找不着妈了 啊 在这哭呢 这潘金莲说 说这样吧 上前逗逗孩子 说这个小孩啊 想妈这也是正常 那我抱他后边去找他妈去吧 结果这奶妈如意就说 说五娘 哎 您还别抱了 是吧 万一你抱了 这孩子撒你一身尿 怎么整 这潘金莲说 你个是吧 你个打杂的 你别说这些没有用的 我还能怕我们家的大宝贝儿子 尿我一身吗 所以说着 哎 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 说我抱走了 到前面找他妈去 你不用管 是吧 因为你想这身份有别吗 那个毕竟潘金莲是主子 你这奶妈呢 虽然和这大少爷关系比较近 但是你同样是一下人 是吧 所以说潘金莲怎么说呢 哎 他也得怎么受着 于是呢 就抱着这官哥 哎 来到前面往前走去了 那话说 走到这个移门守的时候呢 是吧 就把这孩子还举得很高 也不知道他什么心 是吧 咱正常哄小孩的时候呢 可能把孩子举得高高啊 哎 跟这个孩子玩得很开心 但你想啊 这孩子其实不大 是吧 才在月科没多久 你举得那么高 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 那话说 正巧的是 这吴月娘 这时候正在这上房的穿廊下 是吧 看着这家里边的这些 哎 这些妇女啊 这些小媳妇 是吧 在那天菜啊 换蝶啊 等等这些 这潘金莲呢 一看 哎 也没躲过去 是吧 还举能高呢 也被人瞅着了 于是呢 哎 那这个逃避 还不如主动迎难耳上 就说 说这大妈妈 是吧 你在这干什么呢 你说这小孩 是吧 这个非得找他妈 哎 他不找他妈 就在后边嚎 这月娘啊 突然抬头 就看着了这一幕 看着潘金莲之后 就说这 吴姐啊 你说这什么话 是吧 这他妈妈没在跟前 那你抱他出来干什么 家里这不是有奶妈在那看着吗 而且你把他举那么高 你说你瞎着孩子怎么办 是吧 这他妈正在前面忙活呢 你说你这抱着 这不是添乱吗 于是啊 就联盟喊来了这李平儿出来 说你赶紧出来吧 是吧 你这大儿子来找你来了 你赶紧哄哄你儿子吧 这李平儿啊 慌忙的走了出来 看见潘金莲抱着这孩子 是吧 他心里边也不放心 其实潘金莲那小姓呢 其实谁都知道 哎 他就天天吃醋啊 怎么这些 这李平儿也不傻啊 自然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所以他也比较担心 于是呢 就 问这吴月娘 说是这孩子怎么了 怎么就是还非让这吴娘 给他抱出来啊 这不是奶妈在家里看着吗 这万一尿五娘 你一身怎么办 这潘金莲就说 说他在屋里边 你说这个哭的就不行 是吧 这我好心 还抱他出来找 这月娘和李平儿就连忙说 说这个你这样吧 那你赶紧把孩子抱回去好了 于是李平儿就把这孩子 那赶紧抱回自己房中了 而且来到了奶妈进前 悄悄的对他说 说他哭啊 你慢慢哄他就是了 你干嘛让五娘把他抱走啊 说你这个抱走 这事儿 是不不太好啊 这如意儿说 说我啊 也跟这五娘说了 但是五娘你说 他不听我的 我也没办法 他死活非要抱啊 这李平儿一看 说那你这个奶妈这么说了 是吧 他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这个李平儿 咱还得说 比较摘心人后 是吧 对下人也比较好 而且呢 其实这么做是对的 你想啊 人家天天喂你孩子 你总不可能眼睛 二十四小时不离的 还在那看着人家吧 所以你对他好 其实咱说是应该的 你对他不好 万一获下你孩子怎么办 其实这就和我们现在很多家长 担心的一样 你明知道有些时候这个学校啊 是吧 幼儿园老师 可能你觉得他不好 或者说上学了 这小学老师不怎么地不好 但是你同样 咱说你不敢得罪他 为什么 你得罪他意味着什么 这不就意味着 可能在未来给你孩子穿小鞋 可能在未来对你孩子啊 进行一些这个惩处啊 处罚等等这些 因为很多情况都是不受我们所控制的 于是这李平儿呢 其实并没有更多的说这奶妈 因为他也知道这奶妈没办法吗 那话说这李平儿慢慢的啊 看着奶妈喂了奶之后 就安顿着关哥啊 睡下了 那话说谁知道 睡了没多大一会儿 这孩子就在梦中是惊醒了 而且半夜呢 是发寒啊 潮热啊 是吧 就有点感冒的症状 有点发烧了 结果这奶妈一看 说这孩子不行了 是吧 我再喂点奶 你知道小孩吧 一般这个又哭又闹 可能都是这个想再吃一点 那话说 哎 这也不吃奶了 而且就挤到嘴里呢 就吐出来 是吧 这个叫秧奶 那话说 这西门庆呢 这个前面散席了 是吧 把这几个卖唱呢 这个这个还都打不走了 那这月娘呢 跟这李贵姐呢 送了一套这个 比较这个叫消融的金衣服 这都比较奢侈 然后又送了二两银子 这些呢 自然不带话下 但是说这西门庆晚上 来到李贵儿房间内 去看孩子 是吧 这西门庆对着自己大儿子呢 还是真好 真想 是吧 那于是就看到这孩子在那哭 就问 说这这怎么回事 这李贵儿其实知道 就是潘金莲抱的很高 把这孩子吓着了 那于是李贵儿呢 也不提 也不说这一环节 是吧 就只说啊 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反正睡睡觉醒的呢 就这么哭 这奶也不吃 西门庆说啊 你好好拍他睡 是吧 然后就骂这如意儿 说你这不好生 看着这孩子 你说你这怎么干的活 是吧 于是呢 这西门庆转身 就离开这屋 走到后边 就跟着月娘说这事 这月娘一听 其实马上就知道 那是让潘金莲 还给孩子吓着 但月娘呢 其实和这个李贵儿一样 咱得说 那确实是大家闺秀 这个有见识 有见地 即便潘金莲啊 可以说在这文中啊 其实是一小人 但是小人 哎 这俩人也不揭穿 那于是呢 这月娘啊 也没说出这环节 所以说西门庆 就完全不知道这事 咱试想啊 如果西门庆知道了 你说潘金莲 今天晚上 他能好过了吗 是吧 肯定不好过 于是这月娘就说呢 说这样 我明日啊 叫这留婆子过来 看看他 西门庆说 说你也别让 那老婆子过来 他来他懂个屁啊 他就是胡乱 做两个针灸啊 等等这些 你说他也不是 专门学医的 是吧 那这样 明天你找几个儿科的太医 来看这小孩 月娘说 你说一刚满月的孩子 你还至于找这 小儿科的太医吗 说到这儿 我就不得不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我最开始的印象 也和大家一样 就觉得说中医这个东西啊 它是不分科的 是吧 咱都知道 这个叫什么偏方治大病啊 这都是中医所说的话 所以说很多人默认为 对中医的理解就是 中医是属于那种包治百病的 你只要学了中医 你无论身体啊 是吧 咱讲说这个体内阴阳失调 这五行不平等等这些 哎 所有的中医似乎都是这一套理论 似乎你只要学了中医 你所有的病级都能治 那其实这一点是错的 是吧 这个中医确实不是说包治百病 首先那谁要说包治百病 我告诉你那肯定是骗子 对吧 这个假不了 但至于说中医分不分科呢 很多人觉得中医不分科 啊是吧 你只有西医分科 有什么耳鼻喉科啊 内科外科副科啊 什么 哎这个等等这些 其实中医也分 那中医呢 也分很多 哎 比如说这个有什么妇产科啊 小儿科这些 这些在中医当中也是这种啊 就是比较具体的分类 只不过是咱知道像西医 可能一个人这一辈子就术业有专攻吧 我就攻这一样啊 我只做儿科医生啊 我是儿科主任 那可能这个成人呢 或者说再说这个耳鼻喉科的东西啊 我就不碰啊 我也不处理他 但是中医在这块 可能确实有些差别 因为中医的大夫嘛 他可能一个人身兼数值 他自己分管好几门学科啊 是吧 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所以说这简单对中医的情况呢 给大家也做一个普及 毕竟最开始啊 那可能各位是了解的 但是最开始之前我是不懂的 所以在这给那些还不知道的朋友 是吧 赘述一遍 那话说来到了这第二天呢 这月娘是吧 早早的就把这西文青啊 打翻到衙门当中 你赶紧去干活去吧 是吧 转过身来 就让小四去请这刘盆过来了 哎 这刘盆一枕呢 一看果然就是着了惊 那给了他三两银子 灌了一些这个 不是三钱银子啊 没三两银子 三两银子太多 那灌了他些药呢 然后这小孩呢 也就睡得安稳了 也不养奶了 这李平儿和吴月娘呢 心中一块 巨石也算是落了地 那话说这西文青 从这衙门中回到家里 就问这月娘 说这关根好没好些啊 你请不请太医去啊 月娘说 说我已经让这刘婆子来了 说吃了他的药 这孩子啊 身体呗棒 吃妈妈香啊 这个睡得非常好 这西文青说 你别老找那老淫妇 是吧 过来看着孩子 你最好啊 还是找这儿科大夫 去看看 这月娘说 你啊 别缺口喷人 是吧 人都把你孩子病治好了 你说 你还骂人 是什么老淫妇啊 等等那些 你觉得这合适吗 于是就连忙 命着这些丫鬟 是吧 摆上饭来 这西文青还没吃饭吗 话说这西文青 才华愣了两口饭 外边戴安就来报 说这硬二爹来了 是吧 硬伯爵来了 这西文青就命小四 说这个你啊 把这个拿茶出去 是吧 请你二爹 在这卷棚之内啊 先坐着休息一下 然后转过身 又跟月娘说 就把刚才我吃饭的菜 啊 也别动了 是吧 让小四拿出去 让这个陈经济啊 去陪他吃一吃 是吧 说我稍后就来 这月娘就问他 说你昨天早晨 派这硬二爹啊 你跟他一起 你们你们去哪呢 是吧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这西文青就说呢 说这个硬二哥啊 认识一个胡州的客人 叫何观儿 哎 这何观儿呢 是吧 这个在外边啊 堆着有这五百两的 这个丝线 是吧 这手里有货 然后就急等着 还要拿他兑现点钱 我呢 一看这丝品质什么的 等等都不错 是吧 我就只许了他四百五十两银子 然后昨天呢 哎 在外边 是吧 这个跟他谈了很久 那这个也付了一些定金 哎 最后就谈成了 因为我想呢 本来咱狮子街 是吧 李平之前那房子呢 他也是空着 是吧 咱打两间出来 正好啊 就做个溶线铺子 是吧 再搭个伙计 何况呢 这莱宝啊 已经在这郡王府啊 叫做任纳官钱 哎 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莱宝 不是在那个郡王府 被封了一校尉吗 这个校尉啊 其实你可以不去打卡 可以不去上班 只要你每月交三千银子啊 就可以给你留名 这就像现在很多 说 现在没有了 是吧 以前咱都听说过 哪个大型国有企业啊 或者说 这个政府官员啊 会有这种情况 没有人在 但是却领着这个俸禄 和薪水 是吧 莱宝就属于这种情况 每个月呢 交了少少的银子 啊 这个钱也不 这个也不用去上班 在那边呢 还开工资 哎 于是这月娘就说 说那你这样 逛莱宝 一个人也不行 是吧 你这还得找伙计啊 这新闻庆说 说硬二哥认识 他说认识一个人 姓韩 是吧 原来就是做这融线行的 但可惜 是舍了本 也没钱 现在在天天在家里 就闲着 这说这人呢 他这硬二哥说 说了啊 这个人特别厉害 是吧 这能写能算 然后行为端庄 是吧 再三的跟我宝举他 究竟硬二哥 宝举这人如何呢 他这丝线买卖 又做没做起来呢 咱们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与支持 在片尾 我也做个小广告 希望您如果觉得 我这段子还好 帮忙宣传推广一下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作 最后一句老话 希望您有钱的 捧个钱场 有人的 捧个人场 兄弟在这 先谢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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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